上一期说到了一些小正态的画法 这一期呢我就想来说一下 不同的成年男性之间这个体态上面的区别 这里我就举了两个我平时画的比较多的男性体型 第一个就是偏向精烈一点正常的男性体型 可能看起来稍微的瘦一些 我在打整个形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体型宽度给固定下来了 这样更方便于我在加后期的一些肌肉啊结构的时候不会跑偏 就按照它的这个轮廓来走 再加上一些肌肉结构就好啦 再画一个强壮一些的男性 从脖子上来看它就已经比前面那个男性更粗一些了 再画胸腔和腰部的时候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比前面的一个肢体整体体型看起来要更厚重一些 臀部这里的变化呢稍微弱了一些 男性的整体体型呢就是呈现一种宽肩载臀的一个状态 大家画的时候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这个比例的感觉 那么这个宽肩载臀的比例呢 我就用正面来更直观的给大家感受一下 男性的身体轮廓呢大概大概来看就是一种倒三角的感觉吧 打完性之后再加上一些肌肉的走向结构 总体男性就是看起来会比女性更力量感一些 所以线条也更粗犷一点 那么男性整个身体出现这种宽肩载臀倒三角的感觉呢 在背面或者是侧面也同样适应 我这里又画了一个半侧面板 说到这里呢我有想说一下画男性姿势的一些小技巧 女性的整体姿势感是一个均等的S曲线 男生的S感呢是把这个重点放在了下盘的地方 这里我就举了一个同样的姿势 然后男生女生做她在动作体现上面画法上会看起来如何不同 像是同样拿着这个茶杯吧 女生呢她可能就是挺胸然后收腰然后稍微把臀部移厚 男生呢就是完全不一样 男生这个S感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往后说的一个状态 整体上男生做一些姿势会更慵懒一些 更随意一些 女生看起来会更端正一些 这个就是我在画男女姿势体现不同上面要注意的一个点 这个是我之前去练习情侣姿势的时候画过的一个力图 就可以感觉到男性呢整个的重点是有点往后垮的 女性的重点呢是挺胸收腹 然后皮皮往后移 整个去听这一种S曲线 这样一下就能感觉得到男女之间的姿势对比了 说到这里呢 如果大家要是想给自己的这个男性人设增添一些不同的性别色彩 就可以让男性的这个角色去模仿一些女性的这种姿势 然后出来的效果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他带他给你的这个男性的人设的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啦 嗯对这个是一个扩展的点 就是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新号题来解答 好了那么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击订阅 加一键三连哦 留言你的感想和想让我制作的题材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